大家記得說不要只看頭痛 你還要告訴醫生其他的相關事件 像剛剛季晴說 當你頭痛的時候 同時還有臉麻 手無力 沒辦法握麥克風 這些都是警訊 那我自己在 它是什麼警訊 其實這個 不知道他們有沒有跟妳講這個詞 就是中風 那個傳的訊息告訴你說是癌症 這個絕對是錯的 但是其實中風可以分成 腦袋裡面血管被塞住後面缺血 還有一種是腦袋裡面 血管破掉叫做粗形 我自己在門診的時候 一大早八點鐘門診一開 媽媽把一個七歲的小孩子 帶來我的診所 說她昨天半夜醒過來告訴我說 頭好痛 好痛 非常痛 那其實這樣子 我都跟人家講說這樣子真的不對 我就請那個小孩子說 來 你手伸出來 我的手指放在她的手裡面 請她兩隻手同時用力握 結果呢 我發現說她右手的力氣 很明顯比左手的力氣小很多 你會這樣子爆炸性劇烈疼痛 而且是半夜醒過來 這種絕對不對勁 我就寫了轉診單 請她去大醫院 後來我也跟大醫院的醫生查詢 發現她是 這其實我們去查這個名詞 它會告訴你說 因為你沒有症狀發作的時候 沒有人發現 動脈跟靜脈中間應該要有微血管 結果呢 它中間沒有微血管 就直接接在一起了 血液直接就衝到靜脈裡面去 這裡就慢慢的擴張 所以當它什麼時候開始 瞬間破掉的時候 它就覺得很痛很痛 非常痛 後來呢 隔了半年 那個孩子回來看感冒 反正那個孩子是 有一邊 是沒有辦法很靈活的運作的 所以就 也中風 它就是小孩子的中風 小孩子也會中風的 就已經事情發生了 7歲 這就是腦袋裡面的不定時炸彈 你沒有發作的時候 不會有人知道 那假設你本身就有頭痛的人 但是你跟你以前的頭痛 感覺的那個狀態就不太一樣 或者它的嚴重程度 又比你以前的 來得更嚴重的時候 它其實就是一個警訊 那個紅燈一直在亮 這時候你就不要輕忽 因為我之前最有輕盛的案例 是我們以前 因為我們加一科會去急診室實習 我們就去急診室 算是等於像是住院醫師在做治療 那時候有一次我們就到 有一個病人來 我記得那個病人非常年輕 全身刺龍刺鳳 感覺就是一個很 應該不太怕痛的一個男生 他一來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叫我趕快給止痛藥 我說什麼事情你要講清楚嗎 他就說他以前其實就會頭痛 他很了解 只是這次頭痛得好嚴重 他覺得他一定要來醫院 打止痛針或吃止痛藥 我就想說看他這麼壯 那時候有一種先入為主的概念 是覺得他是不是想來打一些 比較是那種馬菲性的止痛藥 那時候自己先入為主 所以我就先留在醫院 打一些一般的藥 去觀察他的症狀 連續過了七個小時 他每一個小時 他就到整間門口說 我就是痛沒有好 我痛就沒有好 後來我覺得這個有點奇怪 我突然想到趕快去做電腦斷層 他就是剛剛那個小柯醫師說的 他在頭腦裡長了一顆血管瘤 所以這個血管瘤正在發作 好險 因為我們後來沒有放他回家 我們沒有打個止痛藥 他舒服就回家 所以後來這血管瘤 就是直接馬上進開刀房開刀 後來病人之後救回來 但是病人聽到也是嚇了一大跳 因為他從來沒有料到 原來一個頭痛有可能 其實以前頭痛 可能就是這個東西在隱隱作法 血管瘤我照腦波斷層是看得出來的 通常會要照一些軟組織的 像核磁共振的 電腦斷層通常看的是些 對 通常比較看得出來 對 爆炸式的頭痛 剛才聽到有人七歲中風會對不對 再聽得更可怕的好不好 是 不是 外科醫師就不會生病了 我就有一個學長 他之前就是在開刀開到一半 突然劇烈的頭痛 痛到吐 那痛到吐 對 痛到吐 那他之前就是 有曾經就有這樣子反復發作過 可是他總是覺得自己是醫生 然後就是因為工作壓力很大 覺得是壓力大的關係 所以都吃止痛藥壓下來 他那次就是值班值了36小時之後 延續開刀 那通到吐之後 真的不行了去掛急診室 那到了急診室 他那時候正要去做電腦斷層的時候 突然就昏倒 人就昏倒了 那我們幫他看兩邊童口 一邊已經有放大了 這個就是 那個動脈瘤已經破掉了 那很可惜就是 他後來雖然復健人有醒過來 不過就剩下 智力就退化到剩下七歲的智商這樣 喔 照你這樣講的話 那個動脈瘤 一旦爆掉了 他其實就中風了吧 就是 對 如果說能夠早一點發現的話 這個是可以挽救的 是可以把動脈瘤給栓塞 他就像是我剛剛那個病人 如果拖到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對 破掉三分之一當場就死掉了 三分之一留下嚴重後悔症 大概只有三分之一會好 超過失敗啦 白色的剛才內容 超過失敗 唉你 懂得不著呢 早前 Sea 學院 走